澎湖县政府春季大浸滩活动 假日在湖西龙门滨海远区后湾沙汤登场 签名民众合力检视海漂废弃物 既有来自澎湖府会 观光署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林业署屏东分署 台电监商发电厂 中游、澎房部、暗巡、佛光山海天佛刹等29个单位 1000多人 其中台电监商电厂动员百余人参与最为庞大 不管是今天参加来 是之前努力的变得寒线变干净 因为我们农民都变北 每次台风还是冬天 整个寒线会受到一些塑胶 保丽龙等等一些的一个影响 堆积很多这种被寄屋塑胶带 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是2024年 多一塑不足少一塑 然后我们也响应第十字地球字 我们想说大家的一些出力来做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整个寒线变得更干净更漂亮 也谢谢我代表全公共全县长 谢谢今天出席的各单位 各单位然后让我们的环境更漂亮更干净 也祝今天的工作以外 然后等一下在做健康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安全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玻璃 有一些线的东西 那我请各位能够注意安全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来福西乡农门 后湾沙滩这里进行进行活动 那这边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 是平直化是最脏乱的一个海岸线 那年初是我们动员了大批的 向太海资金人员已经做了一些处理了 所以今天看起来比较干净的一点 那还是还是感谢各位的参与 能够利用假日出来一起进滩 在环保局说明和分配进滩区域后 队伍分散开来后 澎湖县政府秘书长蔡奇贤 议员许玉凯 环保局长杨书顺 与湖西乡长陈振中等人 一起与民众在摄氏30度高温下 合力减实海漂垃圾 短短两小时共清理出1246公斤垃圾 让黄金海岸恢复昔日捷径 我们以为在这里 Open 黑洞银盖 环保局长杨书顺表示 为了解决海费相关问题 环保局与民间企业吸手执行海洋废弃物治理计划 已迈入第四年 清除海费数量逐年下降 但影响人士却逐年扩大 说明环境保护持续性的号召很重要 我们今天4月20号是为了响应世界4月22号地球日 来响应这样子的一个净滩活动 那我们今天是在农门沙汤这边办理春季大净滩 那今天的活动大概有一千多人参与 有大概二十几个带队的不管社区机关学校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每年大概这些社区机关 都能热情参与这样的净滩活动 那澎湖四面环海我们每年都要做经滩活动 主要是因为这些海漂垃圾都会随着季节洋流上岸 那今年的422的一个世界自求日的一个主题是 多余数不如少余数 所以希望大家能做好落实源头减量 减少这些飞机物流落到海洋里面 那今天也真的非常感谢热情参与的 不管社区民众能够一起来爱护澎湖的海洋 彭湖群岛四面环海 沿岸受到季节海流因素影响 也成为了海洋废弃物的天然拦截网 沿岸时常有大量垃圾堆积的情形 以严重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与观光形象 环保局长杨树顺说 今年特别结合国际议题和时事潮流 响应422地球日 以多一速不如少一速 为主题办理春季浸滩活动 将正确的环保观念传递给更多人知道 一起来守护澎湖的海洋环境 创造无数海洋的终极目标 记者王海龙报导